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旅游门票只是花钱买来看景的凭证。 但是,对于石家庄的李小鹏而言,小小的门票不仅是游览景区的凭证,更多的是折射出旅游业的发展与变迁。 8月1日,记者在河北省石家庄见到了这个80后小伙。 李小鹏表示,他从上小学起就开始收藏全国各地的景区门票。 20多年来,收藏了近1000张门票,有不少门票已经绝版。 之前呢,就是姥姥姥爷喜欢旅游,他们经常出去,然后就会收藏一些门票。 当我上了小学之后呢,也就跟随着姥姥姥这个爱好,然后也就收藏门票,对门票收藏感兴趣。 李小鹏说,刚开始收藏旅游门票,更多的是为了留住与长辈在一起的回忆。 后来,随着收藏的门票越来越多,李小鹏发现,这些花花绿绿的门票上,通常有壁画、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。 看起来十分精美,不同时期的门票所呈现的画面也不一样。 首先,我本身喜欢旅游,那么收藏门票呢,就是旅游的一部分。 同时呢,门票本身是一种载体,它见证了一个景区的发展和变化,同时它也能反映我们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和状态。 李小鹏收藏的景区门票,既有常见的纸质门票,也有当代同版纸彩色印刷,带有防伪水印的门票,种类繁多,应有尽有。 李小鹏将自己收藏的门票归类整理成文物古迹、自然风景区,以及红色旅游等主题,并研究和查阅与门票相关的景点资料,寻找不同时期门票的文化底蕴。 对李小鹏而言,收藏门票是一种很大的乐趣。 他说,如果有机会,他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其中的文化记忆。 今后我会走更多的地方,收藏更多的门票,有机会办一个展览,把门票的一些经历和所涵盖的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。